我們Langaro College是一個什麼學校 它提供什麼program 特別是對那些想 根據剛才我想說的那個叫做study work 和stay 這個talfway 是怎樣可以我們的program 可以幫到那些學生做到這件事呢? 我們就很明顯我們在溫哥華市本身 我們是其中一個最大 也是一個最好的 提供高等教育的一個學院 我們在1970年已經成立了 但是我們在1994年 變成一個獨立的院校 所以我們也有一個很長的歷史 可以看到是我們的校區 那麼就… 我們沒有好像有些學院那樣 可能有幾個校區 我們的校區只是一個大的總的校區 就在一個溫哥華的中心地方 不是市中心 是中心的地方 那麼就看到在這個大校區裡面 所有的我們學校的設施都在這裡了 包括我們的教學大樓 裡面有實驗室 有教室 我們有我們的體育館 我們有我們的圖書館 我們有負責管理的那些日學那些小童兒童的那些中心 圖書館等等 也有很多不同的設施 都在一塊很大的地區裡面 就一個中心而已 就是變成了如果你是原來是美麗的教學 你是去一道醫科而已 就是這個總的校區 這個是我們在2019年落成的一個新的大樓 叫做科學和技術大樓 顧名思義它就是主要裡面提供的設施 或者是課程都是一些關於理科 不乖科學的 有biology 有physics 有chemistry 有我們的nursing 有我們的叫做運動學 叫做kinesiology 還有Competing science 就是全部在這個建築裡面 看到就是 這邊就是我們那個 就是一大堆的那些叫做教學大樓 這邊就是我們的圖書館 我說很少下雪 但也會有的 這樣 你可以看到那個雪景是這樣的 這是我上課的證明 這是我們的nursing department 我們會培訓一些註冊護士 register nurse 我們有一個 degree 叫做battle of science in nursing 我們在溫哥華 其實也是加拿大的一個屬影 就是我們很注意一件事 叫做多元文化 我們是很推崇那個叫做種族和諧 這件事其實有很多現在的家長 或者學生都越來越關注 就是究竟校區在一個校園裡面 是否安全呢 會不會有好像美國 就是可能是比較緊張 或者甚至有校園的槍擊事件 加拿大因為我們很多年已經有這樣的 種族和諧 有這個要尊重不同的文化 多元文化 這些傳統 有政府的一個由上至下 的一個這樣的政策 我們就會 你發覺我們那個校園裡面 是非常之好的 大家是相處得沒有問題的 所以你看到 我們是有不同的族裔 因為我們是一個公立學校 我們主要的服務對象是本地的公民和移民 當然也有些國際學生 但就算是本地的公民和移民也好 他們都是來自不同的種族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國家 特別是他們的上一代 或者是他們的再上一代 所以我們很尊重他們這件事 就是我們不同的族裔 他們有什麼文化 或者有什麼節日 我們會一起跟他們慶祝的 包括我們的新年 所以這個是相對我們那個校園 那個種族之間是很和諧 而且是很安全的 我們有什麼優勢呢? 我們是一間公立的學院 所謂公立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撥款經費 我們大部分是由政府撥款 我們的服務對象 主要是本地的學生 當然我們會收一些國際學生 學費相對地比較便宜 特別是比大學便宜一些 我們全年有三學期 我們是沒有暑假的 暑假是變成一個學期 三學期就是由9月到12月 叫做秋季學期 叫做Four semester 然後1月到4月就是Spring semester 就叫做春季學期 然後就有一個夏季學期 這個就比較特別一些 就是我們5月到8月 這個叫Summer semester 是一個獨立完整的學期 這個好處就是給學生一些彈性 不是說你到了暑假你不能讀的 你願意可以讀 你可以這樣縮短了 你完成課程的時間 還有有一些就是可以給學生一些彈性 因為有些學生可能是需要一個過渡 需要一個過程 他來的時候 尤其是國際學生 初來步到 他很多東西要慢慢適應 他未必一定可以這麼快 他可以選擇 例如第一學期他讀少一些科 到第二學期他可能增加多一些 到了Summer的學期 他又可以補回他前兩個學期讀得少一些科 所以是循序漸進 是比較有彈性的 有些大學是不可以這樣做的 就像UBC一樣 你進去 又要規定你讀多少科 你不可以多不可以少 我們是和大學有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們是很… 希望學生可以成功 所以我們有一種叫做小班 就是教學 如果你進去大學的時候 你會發現班裡面是很多人的 是大班 特別是大學的第一年、第二年 我們就不是的 我們都是好像中學一樣 都是小班 還有我們的老師 我們不做研究的 不像大學一樣 雖然他們在教大學的課程 但是他們是務求 希望他是給多一些的關心 多一些的時間 輔導學生 所以那班比較小 如果你大學 你講一講三百人一班 我們只是三十人一班 所以基本上好像中學那些 老師可以騰出多一些時間 老師也不需要做研究的 因為他不是大學 他主要就是教學老師 叫做指導 他的工作就是指導 他不需要寫 thesis 或者出論文 或者是做研究的 他可以投放很多時間 給他的學生 幫那些學生做輔導的 我們坐落在溫哥華市 待會可以給大家看 究竟我們在哪裡 因為我們是公立的學院 所以學生是可以 剛才我說 根據你可以一邊讀書 一邊做事 那個有資格可以這樣做 這個講的是國際學生可以這樣做 畢業之後可以拿到那個叫做 Post Graduation Work Permit 也可以跟隨不同的途徑 可以申請居留 這個公立學院才有這樣的好處 我們在哪裡呢 這幅地圖可以說明一下 這個是溫哥華的地圖 你看到這些有顏色的線 就是我們一種的交通工具 叫做香港的地鐵 好像輕軌一樣 是駕空的橋 是可以走的那些 好像是有鬼的車 這個是很方便的 你可以看到 這條淺藍色的線 就是我們最新的路線 叫做Canada Line 這些這樣的車 英文我們叫做Sky Train 因為它在一個駕空的橋上運行的 所以它好像在T那裡走 所以叫做Sky Train 天空車 你看到就是其中這個線路 這個Skanda Line 是中間 它是由空港 由我們溫哥華機場 國際機場 和附近有一個城市叫做Richmond 然後通過溫哥華 去到溫哥華的市中心 我們說是溫哥華 地理來說我們是一個中心 我們不是市中心 市中心下跌 它就是在溫哥華的北邊 我們就在這個 你可以看到 它在這條路線的中間 這個站就叫做Langera 因為它就在我們學校的校園旁邊 看到交通是相當方便 我們坐落的那條街 就叫49階 49th Avenue 這條街 有一個巴士 有一個公交車 這條路線就叫做 這條路線就是由 在Bernaby 這是另一個城市 的Metro Tower 去到UBC 如果在我們學校的那個站上車 去UBC的中心 需要半個小時而已 所以是很方便的 有Sky Train 又有很多巴士走 我看到這些就是Sky Train的樣子 那個站 剛才我叫Langera 49th Avenue 在這個站出來 向左轉 五分鐘左右 就可以去到我們的校區了 所以是很方便 我們那個學費 我說過是便宜很多 譬如說同事讀 Langera 比起UBC 我們每一個學分 就是625元 譬如說你讀30學分 大概10科左右 你讀一個學期、兩個學期 讀兩個學期 一年讀兩個學期 你的費用只是18,000多 同樣你讀同樣的科程 在UBC 因為他的費用是高的 你去到53,000多 這個是加幣 這個是國際學生的費用 如果同時讀雙科 你在一年 你在UBC讀 是53,000多 在Langera 是18,000多 你足足一年可以省回 是30萬元 這個是相當明顯的一個分別 有些可能國際學生的經濟條件不太好 或者覺得 這是一個對他們來說的影響很大 所以他就會留在Langera 或者讀兩年 如果我告訴你 為什麼我要跟UBC相比呢? 我待會可以告訴你 就是那個原因 我講到家庭了 我們是沒有宿舍的 但是我們有一個叫做寄宿家庭計劃 就是由我們學校的一個部門 是去負責 是去運作的 他就可以安排那些希望參加這個program 這個program是自願性的 你可以參加 可以不參加 就是由我們安排住在一些加拿大人 講英文的家庭 他可以提供一個私人的餓房 供應三餐一天給你 最重要除了有一個安居樂業的環境之外 最重要就是 你因為是一個英語環境 在科語裡面有很多機會 學習繼續講英文 以及可以體驗各國的文化 加拿大的文化 這樣 這個月就是950元加幣 我們總共大概有16,000個 全日制衛兼讀的學生 其中包括6,000個 是來自90個不同國家的國際學生 國際學生和本地學生的分別就是 本地學生主要是移民和公民 就是在加拿大可以永久居留 國際學生他就是拿著 所謂加拿大一個學生簽證 一個叫steady permit 來讀書 我們有這麼多學系 包括有arts 有science 有social sciences 有nursing 有management 還有一個相當大的 繼續加陸部 continuing studies 課程有以下幾類 包括我們的英語強化課程 ESL的課程 就叫做LEEP課程 一間可以逐個講的 另外就是有一種叫university transfer program 一個叫大學轉學課程 包括有兩大類 一叫associate degree 一個叫diploma 另外有一些叫career study and diploma program 一個職業的證書 文盆課程 還有有一種叫post degree diploma program 學時候的文盆課程 或者叫研文 研究的研 研文課程 好了 剛才我說 有什麼課程是適合 剛才我說的那種叫做為香港設的 那種stream A 這種移民渠道 我們主要就是提到那些兩年四年課程 剛才我都說了 如果你在這裡讀書 你讀那些兩年的課程 用diploma 你就可以 是讀完之後可以申請的移民 兩年四年的課程 優勢優點就是 你可以一邊讀書一邊做事 work well study 另外你就可以在畢業之後 拿到一個三年的工作簽證 post graduation work permit 當然你就可以滿足到 post secondary credential 就是這個需要的專上學歷 可以按那個新的 剛才我說stream A 這個渠道 就是畢業之後 是可以 不需要畢業之後再做事 畢業之後就可以直接申請 永久居留 這些課程很多 都有一個叫做實訓 或者叫做實習的元素在裡面 這個好處就是 你一直讀書的時候 可能有一個學期 或者有幾個月時間 讓你出外面 去一個實際上的工場 裡面去做事 你可以爭取到 加拿大工作經驗 還有對你自己讀的科系有關的一個工作經驗 這個當然是對你 是日後真的出來找事做 無論你用什麼身份做 你都可以找到工作做 因為無論你出來的時候 你根據好像stream A可以做到移民 或者你根據剛才我說的那些CC 或者是PNP 申請移民 你都會找些工作做 不要做給你移民 也沒用 所以你讀什麼 我們是有關係的 特別你的課程 如果是有沒有這些 practical 有沒有這些co-op 就是有沒有這個叫做 很多這些practical co-op是有人工的 那些叫做大身實習 或者叫做無身 或者叫做大身實習 無論你有沒有身也好 你讀了幾個月 肯定是對你將來求職的機會提升很多 而我們的課程很多都是Hands on 很著重那種 在讀的時候 就算你不是做實際職場的實習 你本身在這個課程裡面都有很多是技術性 叫做動手能力的培訓 因為我們P省的經濟發展相當好 而且我們是公立學校 有了這麼多年歷史 有很好的所謂reputation 所以就業率是很高的 好了 兩年八四年的課程是什麼呢? 有一種叫做University Transfer Program 大學轉學課程 其中包括有Associate of Arts Associate of Science Degree 有Diploma in Arts and Science 有Career Studies Diploma Program 等於職業文盤課程 有Post Degree Diploma Program 學事後的文盤課程 那些叫做延文課程 還有有Bachelor Degree 學事學位課程 逐一介紹 什麼叫做大學轉學課程呢? 大學轉學課程就是這樣 我們在B層可以說是特有的 為什麼特有呢? 就是很多高中畢業生 就是我們這邊的學制就是 你在中小學 總共是讀十二年的 從一年級到十二年級 十二年級就相當於香港的中六 就讀完之後 最後一年的中學 就可以由一個叫做基礎教育 或者一個基本教育 是跳到另一個系統 叫做專上教育 英文叫做Posecondary Education 或者叫做High Education 或者叫做Advanced Education 你看到在高等教育裡面 它有兩個大的一個系統 一個叫做College專課園 另一個叫大學 兩者所提供的課程 在本質上有些不同 College主要是提供一些 是針對就業的 一種技術的培訓和掌握的 一個這樣的課程 通常的課程是從幾個月到兩年而已 類似香港的IV的課程 所以它很實用 出來就是一個技術給你 譬如你是做電刊 做木工 做化妝 做髮型 做酒店管理 做汽車維修 做廚師等等 另外大學 跟香港大學一樣 它是提供一些學術性的課程 Academic Program 以及一些叫做Degree的Program 我們那邊分開是有本科 就是學士學位 就是四年可以完成的 然後到研究院 叫做Graduate School 它就分開有Master 有Doctorate 就是PhD 那個這樣的學位 Master Degree 通常都大概三年四年 兩年三年度 PhD就要大概三年到五年左右 這個和香港沒有什麼分別了 但是呢 在B.C.省那些學校中間有一件事 叫做University Transfer 大學轉學 那這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大學的第一年和第二年 大學的第一年和第二年 它就很好的 它那邊就是如果高中畢業 你可以當然升大學 但是 在B.C.省和香港都一樣 你要去一些排名高 那個名牌 或者那個排名高 或者那個有名的大學 好像UBC 或者Simon Fraser University 現在你中學的成績是要很高的 我們那邊沒有一個統一的一個會考 好像香港HKDSE 我們只是靠你高中的成績 現在如果你要進去UBC 一直入直落 它叫做直落 一直接是錄取的話 你可能要到90% 平均進去 不是每個學生這麼好 可以叫做拔尖進去 在B.C.省是有一個機制 是給學生 那些不可以說真的拔尖進去 還有第二個機會 就是你可以暫時不在大學讀著第一、第二年 可以在高中讀第一、第二年 好處就是你在這裡讀了之後 你去修身的條件 相對大學是比較低的 還有你進去的 你讀的第一、第二年的課程 基本上在內容方面是一模一樣的 好處就是讀完之後 你可以將讀了的學歷或者學分 轉入大學 你進去的大學是你想哪一間可以去到哪一間 你進去大學的時候 你可以進去轉學到第三年 就是頭兩年全部獲得大學成型的 你的條件就是你的平均分 要是獲得大學指定的最低的平均分 就是轉學 這叫做轉學的平均分 這個要看看你轉哪一個專業 但是如果你拿到大概70幾%平均 如果你在譬如Langara 你讀了兩年 叫做University Transfer 一、二、二 是拿到譬如那個平均分 譬如70分、75分 你就可以進去 是沒有障礙的 就不會說有些 好像進去的那些副學士 或者兩年就強行當你一年 進去只是進去第二年 不是的 兩年就是兩年 進去就是第三年 這個是我們這邊的制度 是這樣的玩法 那就很好 你不能夠一步到位 你可以通過這個學校 包括Langara College VUT 你可以進去 可以進去第三年 第四年 最後你拿到的 是UBC 是大學的學位 就是你轉入那間大學 給你的學位 同樣時間 都是跟你第一年進去 都是四年 就可以讀完這個本科學位 這是一個相當好的一個轉學 現在我們在B省 本地的學生 840是通過這個 叫做Pathway 這個通道 是可以進去的 你可不可以轉到別的大學 譬如你說常常在BC省 譬如轉去UBC 或者Simon Fraser 或者UVIC Victoria大學 算其他學位 可以嗎 答案是可以的 他們的看法就是 譬如你去到Langara 想轉去Toronto Toronto就會看看Langara 讀的科學 UBC會不會承認 如果UBC承認 他就一定是沒有問題可以承認 我們的課程 有8.95元以上 是可以交易到UBC 即是UBC可以承認 第一、第二年的學分可以承認 所以有不少的未經濟學生 是轉到BC省以外的名牌大學 我們的大學課程是有兩個學歷 第一個叫做Associate of Arts 或者Associate of Science 即是一個叫做副學士 但我的副學士 我強調是運作相當正常的 只要滿足了他某一些基本條件 你就可以轉了 就不會說是留難你 或者到時要跟大學好玩家 是不需要這樣 因為政府是去管轄、監察 以及制定這些轉學的一個機制 這個就是讀完兩年 Associate of Arts通常都會轉 但是你可不可以說我讀完兩年 因為你拿了Associate of Arts 本身已經是一個完整的學歷 你可以說我不轉 我可不可以通過剛才我說的 Stream A的機制 或者是Post graduation work permit 可以留在這裡做事 是可以的 因為原子學歷兩年 你可以拿了三年的工籤 更加好 有一種叫做Diploma in Arts and Science 剛才說的那個Associate of Arts 或是Associate of Science 多數是給學生想轉的 這個就是他的抱負 我不是只讀了Associate of Arts 我希望再轉 或者是Associate of Science 我希望可以轉去 或者是UBC或是其他大學 最後拿了一個學歷的 但是如果有些人不是 我只是讀完兩年 我希望出來工作 希望或者可以移民 這個也可以選擇 Diploma of Arts and Science 分別就不是很大 只不過那些專業 是沒有Associate of Arts這麼多的意思而已 同時Diploma也是可以 是Eligible for Postgraduate Work permit 和香港居民的Stream A的移民計劃 申請直錄進去大學轉學 基本上就是要做高中畢業 高中畢業的意思是 香港學生 你只需要HKDSE 考了四科的學生課程 學生課程最少是拿到Level 1 所以很低的就可以拿到 但是另外一個主要就是一個 叫做英語的要求 我們叫做Category 3 我們有三個Category 3 那個英語要求 大致上來說 RX拿到6.5 沒有什麼單項要求 和TOEFL拿到80分 這是有一個單項要求的 要有一個單項要求 是剛才我提到的 要求 我們有兩年的文盤 這個主要是針對就業 針對一些技術培訓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一般學院提供的 有兩年的 你可以看到有不同的專業 你可以是 這個主要是拿到一門特別的技術 你就可以投入勞動力市場 有些可以transferable to大學的 好像Business那邊 有些因為他很專業 譬如說那些Animation 或者是Early Child Education 那些他就希望 兩年就可以出來 可以拿到一個所謂的就業資格 那些Career Development 都是需要高中畢業 就是HADSE 有一些是需要英文 是有一些高一點的要求 那要不同的program 你要看不同的網站裡面 是有不同的入學要求的 那也有些其他的條件 有些關於設計的課程 可能要做一個作品集 叫做Folio 有些可能要拿一個First A牌 有些可能經過Einterview 等等等等 不同的 那另外這一種叫做PDD 簡稱Post Degree Diploma 或者是學時候文法 那些就在本國已經拿了一個Badure Degree 你記住如果要Stream A的話 這個Badure Degree一定是要五年內 在你讀PDD之前 五年可以拿到的 然後你就可以過來這邊讀這些 這些不是Master Program 但是它是高過Badure Degree 在Badure Degree之間 其實主要你看到這些不同的專業的名字 可以看到 它主要是給一些學生 給他們一些知識 讓他們可以有一個比較應用性強 就業率高 所以基本上主要是課 讀完之後可以掌握多個技術 投入勞動市場 移民 只要這些東西 你可以是 還有這個PDD是合乎 剛才我所說的 Stream A的另一類的 一個學歷的要求 就是Graduate or Postgraduate Credential 這個它說起碼要有一年 才可以 我們這些專業全部都是兩年 所以是合乎資格 可以看到有我們商業 譬如有手機的應用程式 我們有供應鏈 有大數據分析 我們還有一個叫做 加拿大護理實務 這個就是 這個呢 除了這個學生之外 其他的都不一定需要你在你讀中 這個字幕之前有什麼背景 就是說你還沒讀過 都可以讀的 或者你對這些手機設計 你無形式都可以 但是問題是 Nursing 就不同了 這個特別是給香港 目前是一個註冊護士 一個register nurse 他過來 希望能夠做回register nurse 這個兩年的PDD課程 是給他有一個橋樑 讓他可以掌握到在這邊 所需要做護士的一些不同的專業的課程 讓他可以 upgrade 然後呢 就可以在讀完之後 兩年之後 考一個叫做註冊護士的一個專業的考試 我們叫做 NCLEX 的考試 你就可以考過之後 就可以正正式式成為加拿大的註冊護士 還有在加拿大本土訓練出來的護士 你的資歷 你的工資 你的待遇 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讓你重操故業 在加拿大做護士 那 BTD入學條件 首先有個 Bachelor Degree 你有英語的要求 還有其他條件 我們有兩個 Bachelor Degree 一個叫做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BA 有四個不同的 Streams 我們有一個是生物訊息學 入學條件的話 你可以參考我們的 website 這些都是四年的program 這個你就不用轉去 你四年都留在Languera Languera是頒發的業績給你的最後 剛才我講過有三個不同的 category 一般如果你想讀UT Universal Science Category 3 有些是要讀Category 2 有些是Category 1 在我們的網址上 是有一個很清楚的說明的 剛才我說我們有一個英語program 有很多program 我們是給一個叫做雙錄 就是說譬如說我欠英文 其他我都可以OK的 那你就可以 譬如說你不想在香港再浸英文 希望考到IELTS或者TOEFL 你可以過來在一邊可以改變改善 增強強化你的英文 可以參加我們的LEEP LEEP是代表四個英文字幕 代表Languera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裡面分開由9級的 由Basic至Level8 讀完之後就可以直接到我們 University transfer 或者是我們academic program 又或者有些東西讀到中間的話 他就可以考再考IELTS或者TOEFL 也不需要繼續讀上去 可以轉這個University transfer 這些這樣的Level 其他我們專業的課程 我們全部都是四個月一個學期 但是這些英語的課程 我們是兩個月一個學期而已 所以一年我們有六個學期的 不是三個學期的 這個也可以考慮 我可以發一個雙錄 我們叫做conditional acceptance 有一些科是可以的 好像business的diploma 譬如說我現在可以給一個 叫做letters of acceptance 我們叫做錄取通知書 或者是取錄信 我們可以告訴你 我收了你的LEEP 但是我給一個有條件的 好像UT 或者associated of arts associated of science diploma 這些取錄給你 你就比較方便去拿這個學生簽證 就是說你讀完這個LEEP 我們會滿足條件之後 就會收你有一個叫做後續的一個課程 包括UT等等等等 我們進去只讀UT 你只需要有高中畢業 即是HKDSC 其他的英語我們不需要 英語的要求 所以你來就讀英語 這是大概一年的費用 這是家園計算的 包括學費 如果你是住HOME STAY的話 一年十二個月的開支 大概是這個預計的 我剛才說 我們有一個不同的program 我們做了一個叫做LEGEAR Program Guide 這是在我們的網上 這個連結可以看到的 這是很好的 他就會把所有收郭卓先生的課程列出來 簡單給一個卓要 包括他的收生條件 一年有多少次入學 有沒有co-op 即是有沒有實訓 有沒有這個 就是他有一個很卓要的一個介紹 你看看哪裏是覺得有興趣 然後再進去我們的網站 在programs and courses 再去看清楚一點 我剛才說 B省的工作前景是如何 非常之好 因為無論你是讀完書出來 立即移民也好 或者你要做事也好 兩天你都需要有份工作才行 可以看到就是在未來十年 我們勞工處的一個預測 是會有八十六萬的新的工作需要 在整個B省 當然有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需要 比較密集一些 在這些地方 就會多很多 但其實整個B省 都是有空缺 這個空缺如何造成的 它主要就是有兩個原因 深藍色的部分 那些空缺 就是由退休的人 是騰出來的 因為我們有一大群的 叫做baby boomer 叫做嬰兒潮出生的人 現在都逐逐是退休 有些退休 有些將會在未來過幾年退休 他會剩下很大量的空缺 在不同的領域裏面 淺藍色的部分 就因為在B省 是未來十年預計的經濟增長 新增的一些職位的空缺 你看到是上到多了 B省現在疫情會有些影響 但這只是一個很短暫的影響 在過去幾十年八年裡面 經濟增長是相當樂觀 相當好的 所以其實整個勞動市場 是形勢大好 可以這麼說 找工作是不錯的 這個可以告訴你 就是畢業之後 兩年、五年 大概每一個不同的學歷 畢業的工資 一年的工資 大概有多少錢 當然 如果你有問題的話 可以找我們 或者可以找Uri 讓他們可以回答你的問題 很感謝你 今天我的講座到此為止 希望有機會可以在另一陣子見到你們 很感謝你今天參加